这件事情需要做一下 那里面当然呢 我这边有一些 大数据分析 里面有个重点 就是你要去根据 那个使用者的一个情况 最好一个sensor 那物联网其实也可以去侦测 所有使用者 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些习惯 像我这边的话 其实利用go.go 它也会有一个分析图 分析什么呢 分析你们每一次的点击次数 OK 那你也可以知道说 你们现在 点击的情况如何 比如说每一周 好像又比每一周 好像点击的次数 有稍微变少了一点点 那可见得你们回去 也没有复习的话 其实呢 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当然 如果你上个听完 当然至少你知道啦 可是我还是强烈建议 一定要回去再复习 否则的话呢 这个你可能学的 会 怎么讲 很多东西你可能很快又忘记了 像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我基本上会放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所以这个教学论坛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我会每个礼拜都会把上课的内容寄给你 那当然我主要是确保我上课的品质啦 OK因为我很强烈是希望你学完这门课之后 你不需要再学第二次 那你如果不能 你不需要学第二次前提 当然你可能会把他 我已经把他录下来了 OK而且直接寄给你了 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OK那你有加进来表示你需要重复学习 所以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的重点是录制聚集 所以建议工作里面呢 如果有需要重复的动作 你反正你就会不断的在录制聚集 录完聚集之后的话 你要先思考一下你到底录了什么东西 加上注解 然后呢也许做一些VBA的修改 这个我想是必要的条件 未来其实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自动化 这些都是必要的 另外的话呢我们利用Application物件 那这个物件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它管理的就是 整个Excel的环境里面的相关的像控制 控制什么呢 比如说一些讯息提示 像它会一直跳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取代那个范围 152里面要录制一个 要不要取代那个范围 那会跳一个讯息啦 如果你要把它关闭的话 那你可以呼叫那个Application物件里面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Displace Alone 等于Force就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其实 这种原理其实在Excel里面用的非常多 就是一个物件里面它有一个属性 你可以用那个物件去把某一个功能给关闭 或开启 那这个部分其实还蛮多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讲一些有关物件的成员 其实在Excel里面 它就是透过物件去控制Excel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自动去侦测总列数 这个每个地方都会用到 所以很强烈建议各位回去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利用那个单元 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完那个152 其实我们主要是 再来就是先讲那个工作表合并的这个单元 那这里面的话当然呢 我们讲了有关那个所谓的合并工作表的步骤啦 那一样是把那个聚集录制下来 再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因为有1到3月 那假如说呢 我有1到3月我希望能够只要按一下 一键就完成123月的全部合并的话 那你会发现1月的动作跟2、3月的动作 不一样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部分呢把它做合并 那最后的话好像处理月份 日期部分合并完之后 那就是会有一个那个1月、1日、2月 再来2月啦 一直类推 所以这边我在贴上之后 加了这个回圈的叙述 这个回圈叙述的话主要是什么 判断那个 第一个啦 当然从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的列 那如果它的字串长度小于3 为什么要小于3呢 表示说它里面的资料没有处理过 那我就做什么呢 再把这个除尖格本来是1234 变成1月1日 再把结果丢回去 那这样的话看起来 就会是1月1日 一直类推 那当然如果你贴2月的话 因为1月已经处理过了 所以它的字串长度呢 一定都会这个大于 等于是大于3 一定会至少是3个字 因为这边有4个字或5个字 那基本上就不会再处理了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最后我们讲到的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并且把那个上个礼拜做的那个范例 我们是利用那个问题0 那个问题04这个范例吧 把它打开来 那可以做到的结果 基本上就是一键完成合并的动作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打开 那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有写VBA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有个警告提示 也就是如果你有写VBA的话 那预设的情况 它是会警告 那你只要怎么样 记得哦 如果你要执行VBA 记得要在选项的地方 把它启用起来 那当然这个是2007的警告讯息 如果是2010好像也是在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不过它直接是启用内容 差异性不大 反正一定要启用 如果你不起用的话 那你之前写的VBA 就没有办法执行 OK那把它按确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有个清除 那上个礼拜就是 一键完成123月的合并 并且呢 在日期的地方呢 直接就把1月1日 套用上来 因为你原来的资料是1到30 那我希望呢 这前面有个1月 后面补一个日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 那1月2月3月OK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上个礼拜我们所做的啦 然后所有的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可以切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 这个单元临四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程式码 你可以打开来之后 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都在这里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们最后做完 假设我希望呢 这个日期格式 如果是用1月1日 当然其实也是OK啦 可是呢 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虽然放的是一个日期 但是并不是标准的格式 因为如果你不是标准格式 未来如果你要做日期的计算的时候 那就会有问题了 它现在放进来的呢 是一个那个文字格式 有没有 1月 这个其实是抓那个 它的工作表名称 1的话是原来的资料 日的话是穿上去的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怎么样 工作表何必按下去的话 我不要用那个就是什么 不要用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我要用个标准的 最好你帮我放进来的话 是什么呢 2017斜线 它原来的资料是 它的这个月份是1月 那1月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第几个工作表 比如说第一个工作表 1 那刚好就1月 2 第二工作表刚好就2月 那其实我们可以拿那个 有一个变数i的值 拿来充当是月份 那后面呢 再帮我补个1 enter一下 如果我将来呢 希望可以做出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格式 第一个啦 如果我要把它做标准的话 怎么做 可能要想一下 其实只要在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里面 再稍微变化一下 其实就可以 关键的地方 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后面这一段 把它变更成什么 你可以想想看 就2017 有没有 2017号 然后呢 串接什么 就是一个双一号 串接一个斜线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要几月啦 其实几月你可以用什么 其实刚好 i有没有 1 有没有 如果1月刚好是1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i放进来 那怎么样把i放进来 记得要串接一个i and什么呢 后面的话呢 几日的话 刚好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原来的这个sales的资料 把它摆到后面 再丢给前面 其实就可以完成标准的格式了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把上个礼拜 这个范例打开来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